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忠盟想家Elon Musk 他最后可以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而在今年对台湾来说 可能听到大冲击跟感慨 第一个是台积电30年了 现在是台湾唯一在国际上里头 屹立不摇唯一的国际公司 从当年张忠盟55岁的时候被邀请回来台湾担任公园院的董事长 创办了台积电 到今天总共整整30年 带动了台湾所有高科技的发展 而张忠盟在2017年宣布未来在一年之内 他会退休 不会担任任何的董事职位 怀念这时代 怀念这第二天 董事长好 好不好 国际媒体曾经这样行踪张忠盟 一个让对手发抖的人 假如没有台积电的话 手机不会那么快那么早出现 手机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他事实上改变了这个世界上 是十亿的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56岁才开始创业的他 用了30年时间将台湾从高科技的沙漠 灌盖成科技绿洲 台积电挑战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极限 新时已研发 带动技术领先 2015年 台积电的净利润为3065.74亿 是鸿海精密的2.6倍 是大陆手机大厂华为的1.6倍 是大陆IT龙头腾讯的2倍 也领先马云的阿里巴巴将近900亿 今年3月 台积电总市值冲上1690.1亿美元 正式超过国际竞争对手英特尔 稳坐全球半导体业龙头位置 我本能在这一届董事论满 也就是明年的6月 我就退休了 过去三十几年 创办了以及奉献了台积电 现在我要把我的余年保留给自己 以及家庭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10月2号 这位连摔一跤都让台股为之动荡的企业家 表明自己这次真的要退休了 未来 台积电将踩双手掌平行领导制 由刘德英担任董事长 魏哲嘉 出任总裁 10月5号 台积电盘中一度冲上新台币225元 创历史新高价 市值达5.83兆元 同创新高纪录 也刷新了台股单一企业市值的新高纪录 这是半导体教父张忠谋的成就 而对于他决定裸退 富比诗杂志是这么说的 半导体业将失去一个巨人 张忠谋在自传里描述自己生长于大时代 他经历过战争的残酷 离乡背景的煎熬 也因此淬炼出破人的胆势与睿智 1985年 已经56岁的他 在前行政院长孙玉璇 跟政务委员李博鼎盛行邀约下 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圈 回到台湾接受工研院院长一职 我认为是一个挑战 就是要把工业技术研究院做到一个世界级的研究机构 而且要把工业技术研究院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帮助 不但帮助 而是推动台湾的工业 台湾的产业的技术的一个单位 那个是徐先修 就以这种挑战性的方式来说服我 2012年 张周某与文献的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献 在青年论坛上 曾有过一段关于反台创业的深度访谈 在张周某回台的时刻 正是许多优秀毕业生争相去往海外的时候 也是台湾经济站在转型的路口 充满未知的时候 我说的确勤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而且要有胆子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啃冒险 也啃赌了 也啃赌了 是吗 啃赌 你看起来个性不像会赌的人呢 你当时五十次就算赌吗 也许我的表象也许是不像这样赌 可是那个时候的确是 那个是到工业技术业军远 我不认为是赌 可是隔了 过了几个礼拜 李国陵要我创办一个半导体公司 台积电 这个是在赌 赌的是我的剩下来的年华 我从美国到台湾来的时候 五十四岁的时候 我就认为我未来的 那个时候我是想到六十五岁 做到六十五岁 五十岁到六十五岁 十一年 未来的十一年 是我最美好的年华 是我的黄金时期 李国鼎先生 也并没有一定要我 把这个台积电做成四阶级 我想 虽然李国鼎先生是一个很 很visionary的一个 很有眼光的 很有远见的 一位政治家 可是他也 没有说是要把这个台积电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可是我认为 这个是因为他不懂半导体验 我懂半导体验 我知道在半导体验里 假如是你没有这个世界竞争力的话 你是不会生存很久了 你没有做到top 你就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对 就是top layer top layer one of the top one of the top one of the top 你的生存 生存这个齐不长的 这个是 我觉得是我 我带到台湾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认知 张忠谋坚持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鞭策着台积电一路成长起飞 2005年 74岁的他曾经交出总执行长的位置 除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让台积电面临裁员移收不振的危机 张忠谋老计福利 重长兵符 这30年 张忠谋坚持以诚信承诺 创新信赖自打经营理念 让台积电从草创初期 市值只有2亿2千美元不被看好的小公司 到今天市值于2千亿美元的超级大企业 对台湾经济贡献度占GDP的3.6% 更是全球市战略局管的半导体霸主 小的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的话 我会继续做下去 86岁精神依然结束的他 为半导体界奋斗的太久太久了 在接班布局完成后 张忠谋最向往的生活 或许就在这幅画里 在走路的时候 还是忘了去叮咛他自己 所以我现在很喜欢这幅画 那我是觉得 人生要是能这样子的纯净 这走完也是人生的年大 好 这是妻子张淑芬2008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退休后的日子就是与家人一起旅行 打打桥牌 完成构思已久的下半部自传 也或者每天就牵着妻子的手 肆意地享受那宁静的淡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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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